学生有一件事很想问就是 你作为一个领袖 职业越高 地位越高 身上的金钱越多的时候 你对大家负的责任也会越大 其实对于一种 自己本身有这么大的责任的时候 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压力和很多的淡子 对于这一方面 有什么的心得是可以 让学生或者在座的朋友 又可以知道更多 希望自己长大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压力是每一个人都有 亦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段 每一个阶段 其实都是这样 怎样可以令自己好的一些 可以成功 但是每一件事 其实你就是要 在你的学习程中 是不停地去学习 你是可以观察的 刚才两位都说过 其实观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你是吸收了别人的元气 你没有机会让你发挥 所以我觉得 你要锻炼自己 就是有不同的时段 是做不同应该做的工作 你做了你自己最好的 你吸收了最好的 就吸收了别人的元素 不是说你要学别人 而是比较成功 你比较成功 你比较成功 你希望做得更加好 如果你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我也不觉得有其他人做得好我的责任 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你那个压力自然就会 drift off 不是会没有 而是很多时候 那个burden是自己给自己的 那个yark stick 那个期望是自己给自己的 压力就是这样形成 当你知道我已经吸收了我要学的东西 然后我会继续去做得更好 好 给点掌声 谢谢 在落堂之前 我就想三位嘉宾再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感浪 他们应该有什么感浪 到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不如逐个说一下 在落堂的时候 我希望同学明白 一开始 无需立刻想你要做一个领袖 我觉得同学应该首先做好是本分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从本分里面多一点的学习 是不要放弃 那么你慢慢会看到自己会开花结果的 这个青年的领袖教室 其实就是给你很多领袖 给你的经验学习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过程 所以你今天这么年纪轻 你明天不会立刻变成领袖 但是你准备自己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的感浪给你 就是你做好本分 不断学习 不要放弃 你一天一定会做到领袖 因为一个人最重要是有自己的诚信 你有任何目标 你有任何信心 你想成功 你想做领袖 你做任何东西都好 你一样一定要有东西保持 你就是不要伤天害你 不要害人 不要影响自己的诚信 但是为什么不是每天都会看到 有些银行的人在那里偷钱呢 就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你会想到 我今天失信于自己 失信于人 我永远都没有成功的一天 所以我就会觉得 你们要有信心 有决心 同时一定要对自己 以及对社会一定要有诚信 每个人都是完美的 我觉得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知道自己的长处 或者自己的兴趣去追尋 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我的缺点就没有记性 就是当林郑的时候会很害怕 我一次去朗证比赛 我经常说一个笑话 我是T字头的 一个朗证比赛 就是40人 我排到30多 每个人都是同一篇 到我当时我也忘记了 第一句都开不了口 这个笑话来的 我是真事 所以我觉得 最后一样 知道自己的缺点之后 是将勤补绝 我觉得年轻人 我听完三位说了 最重要是对自己要多点了解 认知 找多些机会去服务其他人 在服务当中 我们会更加有多些的知识 技能去面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再一次给点掌声 三位的讲者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其实我相信 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少年 希望读书成绩可以好一点 将来我一份好的工作 得到社会的认同 我听完三位嘉宾的总结之后 令我更加明白到 作为一个青年的领袖 坚持诚信和了解自己的 优缺点是很重要的 未来的青年领袖教室 会邀请社会更多不同的人士 去针对不同的话题 和青少年沟通 内容会更加丰富精彩的 为了要成为一个青年领袖 我会更加多留意青年领袖教室 学更加多的知识 那你都要努力了 嗯 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的 恒生银行青年领袖教室再见 在报这个课程之前 我知道这个课程 是跟一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聊天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学到一些关于 怎样做一个领袖的技巧 成功的秘拐是有诚信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没有诚信 他是不会成功的 应该要做多一些义工 去帮助别人 从而令自己可以更加 在各方面都学到不同的知识 三位嘉宾他们的背景都很不同 但是他们最后都会做到这个目标